大家好我是羽毛子 好久沒有在這個場景跟大家做一個開廠啦 今天就想跟各位做一個久違的開箱影片 在最近找到一款功能還不錯的外掛固定器 我覺得他裡面有幾個功能 非常適合剛入門要養魚的漁友們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CP值真的非常的高 那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各位隆重的介紹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款 尤其兜里所出品的 薄型外掛過濾器啦 那我這一台的型號是 420 它是針對30-45公分的魚缸來做使用的 那它另外呢 有一款550的版本 是針對40-60公分的缸子所做的 那這一款過濾器有哪些功能呢 就讓我一一的跟大家做一個解說 首先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靜音的過濾器 那裡面的濾材呢 也強調是這樣子多層的過濾 再來就是它停電的時候 不用加水 就是不用再加水回去 讓它重新作動出水 它再重新復電之後呢 會再慢慢的將水抽上來 再自己進行循環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超薄的設計 那相信這四點呢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外掛過濾器 都已經有做到了 那我覺得裡面 比較新奇的兩點呢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 濾棉 主色的指示燈 那麼這個燈呢 它其實這個功能就是 當你在使用這個外掛過濾器 一陣子了之後 可能 那些碳板 裡面的碳板 已經慢慢的髒了 有阻塞了 所以會慢慢的上升 那這時候它蓋子上面呢 有一個指示燈 那裡面有一些 感測棒 只要水位上升 碰觸到那個感測棒之後呢 它就會亮起這個指示燈 意思就是 要提醒你 在這個時候需要更換它裡面的濾彩啦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適合 因為剛入門要養魚的一些朋友們 你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要 更換 這個濾彩的時機點 那 這一款過濾器 就會提醒你 當它亮起來的時候呢 就告訴你 可以換這個濾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非常的好 那再來它有第2個功能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圖片 它有多延伸的這樣子的管子 那這個管子呢 就是可以 有這個除油膜這樣子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 這款過濾器真的是 有非常多的功能 除了剛剛所介紹的設計功能以外 它還有另外這樣的功能 所以相對來說 這個CP值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這一款呢 目前的售價 都在 三四百塊左右 那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的便宜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各位呢 可能可以參考看看啦 那麼詳細的外觀單字上 有的功能呢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了 接著我們就馬上 進行我們的 開箱模式吧 打開包裝呢 可以看到 這個過濾器真的是 內容物十分的精簡 在左邊的這邊呢 就是它所需要的 降澤管子的部分 再來就是它有分配給你 兩個 過濾的碳板 最後就是整個 過濾器的主體 那說明書的部分呢 其實就在這個 外包裝的 右側 這邊呢 有它所有的 配件的名稱 那只要照著 這樣子的 步驟去 組裝的話呢 一下子就可以 組裝好 就可以自己做動了 那這邊跟大家 操作 介紹的 就是 這一個 我們的指示燈的 這個位置 他就在這一個 過濾器的 上蓋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根 金屬棒 就是你的過濾器在運作了之後呢 水位 碰到了 金屬棒之後呢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你一旦 碰到了 水位到這個 偵測棒了之後呢 就會亮起這樣子的燈 提醒你該更換綠材的時機啦 那我有做過測試 它單純 碰一邊的話呢 是不會亮起來的 一定要兩邊 同時控制到 它才會亮起來 才會讓它裡面的電路呢 形成一個回路 繼續倒空 所以這一個 過濾器呢 一定是要完全平放的狀態 這樣水位上升的時候 才會同時 控制到這個 金屬棒 才會亮燈 才會提醒你 需要更換的 那這個指示燈呢 電池一旦使用完了 也不用擔心 它可以拆起來 那它所使用的 只是兩顆 一扣電池而已 真的是非常方便 一旦 使用一段時間了 這個沒電了之後呢 更換一下 就可以繼續使用啦 那接著我就將它 簡單的 組裝起來給大家看 接下來我已經將這個外掛過濾器安裝完畢啦 可以看到其實 裝起來真的是十分的簡單 可以看到它的 管子真的是非常的長 長到我們鏡頭 都已經無法抖下它了 那一旦安裝成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進行作動啦 可以看到這個管子 就可以幫我們 清除油膜 那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此次的亮起 我們就可以更換 這個碳板啦 那假設你是剛接觸 養魚的玩家呢 那如果你是使用 裸鋼的狀態 也就是沒有鋪色 抵殺的鋼子的話呢 不會建議你 在此次的亮起來之後 要更換 綠彩的時候 一次 就換一片 假設兩片都髒了 但是一次就是換一件 那補上新的一件 那等到 下次再髒的話 換這一件 再補上新的一件 這樣子 才不會完全的將你的 消耗菌 給 清掉 我們每次就是預留一件 讓它繼續培菌 這樣子才可以維持你的 消耗菌的 消耗器種的運作 那假設你是 使用這樣的濾材 那又有鋪底砂 那麼就是 每次要清潔的時候 如果清底砂的話 就不要換這個 過濾的碳板 那換這個過濾的碳板 就不要清底砂 那如果你是有補底砂狀態的話呢 是兩個都可以換 那就是換掉之後呢 底砂不要 去換 這樣子也不會破壞掉 消耗菌桶 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這是在 使用底砂 跟沒有底砂 兩個的做法 如果你是裸鋼的話呢 就是你是裸鋼鍵 那如果是有用底砂的話呢 就是 換濾材 不換 不抽底砂 那抽底砂 就不換濾材 這樣子就可以確保你的 消耗性能的作動啦 那再來就是 這個 過濾器 有沒有辦法 像我之前那些影片 這個 提升外掛的 體育效果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我會不建議 將它做成外掛水搖金的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實際去 試試看 將外掛做成 外掛水搖金 那有 就會發現它其實抽水會沒有那麼強勁 那我會擔心如果你做成 外掛水搖金的話呢 會影響到這個指示燈的功能啦 所以我這邊不建議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要 增加它培訓效果的話呢 就讓這個 管子去接這個底部浪板 那浪板的上面呢 放一些大顆粒的底砂 這樣子它在抽水的過程也會蠻順利的 就也可以兼顧 這個 10的功能 用來培訓啦 這邊請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假設你要增加培訓效果的話呢 也不一定要使用它們公規的 這樣子的 碳板啦 可以使用像是 生化銘啊 投身環 來進行培訓 我覺得都非常好 那就是 目前 使用這個外掛 貿易器我 提穩大家的一些方向啦 那那個外掛 增加培訓效果的影片呢 我會將它放在 右上角的資訊卡 有資訊的大家呢 都可以去看一看 增加你外掛的 影響效果喔 讓你的過濾系統 可以更加的厲害 那說到這裡 接著我們就馬上 實際的 來做動這個外掛過濾器 現在呢 我也將我們的外掛過濾器 完全的安裝 並且運用在這個 36公分長的 桿子上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管子 這個突出來的這個管子 就可以幫我們 進行除油膜的功能 那這邊的旋鈕呢 可以調節 水量的大小 那我在這裡 模擬一下 假設 它的 綠材呢 已經到了 比較髒的地步了 現在會不會亮起來 可以先將它拿起來 稍微的傾斜 可以看到它的燈真的是會 直接亮起來的 現在就是模擬 它的水位 假設上升了之後 那個燈會亮起來的狀態 所以都可以實際 去進行作動的 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以上 就是今天這個外掛過濾器的詳細介紹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不妨可以買來 實際的使用看看 然後另外要去增加它的皮膚效果的話呢 可以看看右上角的那個資訊卡 那就是今天影片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是不妨子 平日跟假日 都會在Twitch跟TV進行遊戲直播 那小龜子同樂的話呢 不妨可以來找我 那有什麼樣的問題 生活所事 會先養烏龜的 是想交流都可以 歡迎 來找我分享討論 那在今天的 過濾器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不妨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妨按讚訂閱分享 也別忘了按下小鈴鐺 就會記得我更多影片的資訊啦 那麼下一部影片 再見囉 掰掰 掰掰